你可以请教他呢 他结了六次婚有七个老婆 不是 结了七次婚有六个老婆 结了六次婚有四个老婆 怎么少了 等于四五六是同一个人嘛 四五六 离了又结是吗 对对对 所以我还是记旧情 您确定我真的要咨询他吗 风哥觉得你应该咨询一下 要不风哥等不及了 你生命还有很长 你说现在大家那个要多活好长时间 过去都是六七十岁 有的是结婚 现在一百年了 有的是结婚的结婚 对对对 有的是离婚的结婚 就是说这个当然现在这个李爱也特别红 对吧 是吧李爱 但是李爱你对网红是怎么认识的 我不知道大家感受的这个网红是啥样呢 因为我之前呢还真的去主持过一次 就是关于网红结 就是类似于就是把还挺顶尖的一批网红聚在了一起 然后停了个奖 我是见到那个观众席上卖 所有的人都在直播那些网红 那是那可能是比如说我也主持过类似于这个汽车发布会 那是炒成一片 就是我在上面主持下面一帮姑娘们还举着这个自拍杆 自拍杆 在那接着说啊 也有这样的 你说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冒犯啊 就是说你也是模特出身 对对对 你觉得对于比如说这个你主持这个车模 汽车模特的这个啊 对车模身材的要求和你的身材有差别吗 到底是车模还是网红 这得分清楚 先说车模 先说车模 它不太一样 差别比较 玲珑是玲珑 没法剔透 他有时候那个他也挺剔透的 所以模特如果像我们这样时装模特最主要服务的是衣服 那车模呢 他就是他要服务 他不能说服务车 但他需要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关键点是要吸引眼球 让更多人来这个展台 像文涛这样的猥琐中年男的一看着你就觉得 哎呀我要买这么一个车旁边已经坐着一个这样 你想想车展有多少个展台 是同时开放的 你不像Fashion Show Fashion Show这一场就这一个秀 是吧 大家坐到那静静的就看舞台上这些事 但是你车展多少个展台同时开放 但是你这么多观众进来 你没有办法 你怎么用更好的办法把观众就吸引到你这个展台上 特别而且大部分买车的还都是男性 所以对吧 只有靠你同行 所以他当然这招你说他高不高明吧 个人就是见仁见智 可能有些真不高明 因为来的看如果都看美女了 对于车他可能也没那么关心 他只是赚到了这个彩头 他不见得真的达成了买卖 所以这个事也有带商榷 小牧你觉得这个现象吗 就是中国的这个车展呢 搞成这个车模选美大会了 对 日本宣传汽车会也是这样 也会穿得很性感 但是没有中国这么暴露 会请什么那个波多野街衣之类的 AV你又一般不会 但是他也专门的 小来点脱 如果想办宣传汽车 他会有专门的这种就是车模 车模单跟刚才 李爱 像李爱讲的一样 就是跟服装展示不一样 他主要是展示车嘛 那女孩子怎么信 他不是说想象日本是个色情大国 就是用性来表现的东西 但还是会有 就一定是很漂亮 该有的地方必须要有 我不是批评你们啊 就是服装模特儿有时候没有凶 反而更时髦 但是车模必须要凶 我都不敢往哪看 车模必须要凶 所以你看中国的车模 当然比日本还夸张一点 几乎就没有没有 没有那个罩子在上面 剔头剔头 就搞剔头的 就搞个沙发的上面 那就是吸引眼球 冯哥对这个很有认识了 从来没去过车展 我给车代言过 但从来没去过车展 但是你是网红啊 那我知道不同的协议 咱们几个里边 我觉得要说目前来讲 最网红的应该算冯唐了 他是在网上 自身网红 网红你就本来 我都跟你说 我跟那个优酷的人说 我说我们这节目 这讲文化的多高尚啊 你们干嘛不宣传呢 不立推啊 是吧 然后他们一看着名单 说哎 你要多请逢唐这样的 我们就给你推 就是我们那个优酷的 那个粉丝啊 就是喜欢逢唐 自带流量 这叫做 流量小声 对 现在这叫流量小声 哎呀真是 所以而且他不仅是 他是流量小声啊 他现在啊 推出一个流量老蛋 我注意他的朋友圈 叫逢唐 逢唐挺有意思 就是他老是发 我发现你跟你母亲之间 晒妈 有一种特殊的情节 嗯 对吧 你可以先看 他整天在朋友圈里晒他妈 你可以看看 他把他妈也晒成朋友圈网红了 咱看看 你瞧 啊 你看这头发 好酷哦 你再看下边 呵你瞧这一个 哎 你瞧 哎呦 这家伙 老太八十岁了 八十岁了 八十岁了 能吃能喝能骂人 哎 哎就是你的妈妈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妈妈好像不太一样 挺开放 挺奔放的 他能懂人吗 嗯 他如果只如果在早年就是散满教的这个嗯教主了哦哦就是他语言很丰富嗯酒量很大啊他也很多呃我写的东西一些用词是来自他喝多了之后的一些小词 挺好的咱们知道创作的源泉是谁了这我也喝多酒鲜 哈哈哈哈哈哈哎但是你小时候他对你的影响是什么是专横行的还是什么 没有他第一呢就是不管就是你爱干嘛干嘛爱看什么书看什么书爱做啥做啥不上学就不上学拿第一就一直拿第一就反正你就 嗯散仰哎 第二呢是我买书他给钱别的就不给钱 所以然后第三呢呃天天家里就有点像这种环境是流水席总有十来个人在吃东西我爸就在厨房做饭就一句话不说然后他从那跟人摆上吹牛逼我操作 哈哈哈然后说张家丽肠什么之类的就你你你你你会发现就动力状态月圆直上就好像而且好像感觉动不动是啊能把你爸爸给打一跟头那种感觉的是吗 他倒不太动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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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打残了哈哈哈 我我爸年轻的时候真是小炫小炫肉小帅哥啊他就涂涂涂嘛后来我我妈老说为什么嫁给你呢后来我说你贪头人美色哦哎所以你看他妈妈是这种荡起回肠的这种啊哎 哎那也是但是我也给你看一个网红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做过实验的就都被废弃了录过一些节目因为那个小炫做那个样片做事片 嗯然后在深圳呢录过一回他们真给我找了一个网红网红从哪来的从惠州还是从哪我记不清了但是也能够达到百万的这个这个量的结果就跟我们做一桌 我说哎就说咱有觉得说网红好像是不是什么都不会也不一定也不是的他至少得会聊天真的会跟这网友聊天没错后来我说咱们这示范示范当时桌边啊嗯就跟我来这么一段我说像是真的一样再拿手机试试哎你们想不想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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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嗯效果非常好哎呦你瞧瞧我拍的哎呦好高一点梨花带雨啊哎呀一脑袋黄毛啊 哦哎小现在直播开始one two three hello大家好是蒋蒋娃哦今天又见面了我又来了然后你们是不是等了我很久是啊真的吗等了两天了真的吗嗯嗯我今天呢就是跟那个老师们去录节目了哦刚回来觉得哪个老师最帅呀啊我面前的最帅哈哈哈觉得哪个老师最丑啊我旁边的最丑哈哈哈都很帅都很帅 好我现在送你一个林宝基妮哇哦谢谢好开心啊嗯但是你得跟我唱首歌好吧那你想听什么歌你可以点一下对你爱爱爱不玩那就那就那要开始唱了随便一字两段吧好好的就就这些谢谢谢谢哎呀讲的不是这多好这多吸引人哪对吗比咱们节目好看太多了 初期进凤凰期w好就没你啥声对 Masters 作为一个综艺节目的主持人 你看到这种表现 你打几分 很放松很自然 就他跟主持当然不一样 就是因为我们主持的话 他还有一个什么调度啊 什么节奏啊啥 他这个其实 其实他这个难度有时候还挺高 还真不是有时候 不是我们能干得了的事 您这个其实对他来说 跟他平时不太一样 他那个平时应付的可不是一个人 他应付的可真的是 不知道是多少人 他这样平反过来 他下面全是那个留言 人家还有一些 有一些网红的 对 但是有些还会有自己口号的 什么上来 什么蓝宝基尼刷起来 什么蓝色叫妖姬 什么送出来 我不太会啊 反正就是还有口号 先走一遍口号 然后开始跟大家聊天这种 但是这个分寸很重要 小木你能想象到 我今天我还看见一个 直播的一个女孩 我不知道她那个说的是 有一个那个就是土豪啊 就给她是真给了一百万 反正他们就说是一百万 我不知道一百万是他这种网络的那种代币 还是好像是刷了 我不知道准确的这个数字哈 反正是几百量蓝宝基尼还是几百朵蓝色妖姬 类似于这种 他一个蓝色妖姬就价值几千块 所以最后是一百万 就是花一百万的女孩 我你想就我要换我我也哭了 哈哈哈什么都没落着 这就一下子我的天哪 一百万就来了 对吧你说日本那个 AV的那个女友那么体力劳动 那大家才挣多少钱呢 你这怎么比啊 现在AV拍一部片子 也就是十万块二十万的日币 日币啊 不是太便宜了吧 AV女友十万二十万日币是多少人民币啊 因为现在因为网络的影响性 他拍拍影片的意见 对很少 所以他有一万多现在卖不出去的 天哪 对 要男的吗 哈哈哈 男的就更少 男的钱更少 而且男的只有百分之一是男AV 在日本这百分之一 所以有一万个人的话你只有一百个人 可以真正能 能做出来的这种 你像就今天的很多这个网红 你觉得他们的这个脸啊 不都说是锥子脸吗 什么整个 蛇精脸 对蛇精脸 但这个蛇精脸的这个美 审美的源头 有人说是什么 我都不太懂了 有时候日系的 有时候韩系的 你明白这个吗 我也不是很清楚为什么 但肯定是跟上进有关 就是因为上进现在 我们都是16比9 但是那个拍出来 不是人都胖一点吗 但是很多就是演员 他上进啊 他好看的话 他必须得瘦 真人看特瘦 你就得天独厚 上进就圆 就圆起来了 他都有点偏稍稍宽一点 他还宽 我上进是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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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跟你说 我就好多观众真见到 我就会特别是老上演年纪的观众 看见的时候 妹子你真得那个 你看你都瘦了 我说我一直都这样 只是上电视就胖 对他就没办法 拉着你的手 哈哈哈哈 昨天那个笑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哎是好有可能是哈 绝对 我跟你说我们那就 我亲眼见的就一个 就是美女记者采访一个 那个老人家 老人家真的是 嗯 一直在沙发上就这么 哈哈哈哈 一直这么说啊 我们的女记者撤也不敢撤啊 就一直拉手拉手 完整了整个采访 哦 占便宜 不是我就说小木就是他这个 我我想请教什么 你看好多女孩啊 打扮的就像那个卡哇伊 什么叫卡哇伊啊 就可爱型 可爱型的对吧 人家懂日文的 对我就说日本的这个网络也很发达啊 好像网红是不是只出现的 就是中国显得最火的这么一种 不日本也有 但有中国这么厉害 没有中国这么普遍 但最近就在我这次来之前的两个星期以前 全世界放一个视频最多的叫Biko上 Biko是一个男的五十来岁 屁股上 嗯 屁股上 屁股上 对 然后呢 他就打扮着华女胡哨的 戴着华帽子 他就把那个Pain Pain就是笔 笔和Apple Apple是苹果 在英文几个单词把它串了 就只不到一分钟的一个节目 他自己自拍的那种 然后在全世界现在点击量最高 连续两个星期视频 叫Biko上 那当时我们可以再查一下 你可以把这个 但是日本有这种像我们说打赏的 没有 他能挣这么多钱 没有 你知道现在中国这个网红 这么点小女孩就是千万呢 年入千万呢 还是月入千万 甚至是 我在日本有一个朋友 我还帮他做过一次直播 我带着他一起在歌舞剧里晃了一圈 牛郎店啊 或什么 结果他现在不见人了干嘛 他本来在日本做直播 他现在回中国来了 当然了 那投资他三百万 当然了 就像那一百万拿的一样的 嗯 其实你看到真人啊 我们我们太熟了 我真不觉得他漂亮 连他一半都没有 真的 但是他就是可以拿到三百万的投资 那你去能拿到六百万啊 哦 但我可能不具备那个能力啊 你要在日本那个环境 你一定会捏那个环境就给你了 比方说你去找找牛郎自拍一下 找找牛郎 然后跟日本的那些黑鱼 对 好像 你环境不一样 舞台不一样 好像是一份工作的感觉 找找牛郎 对 对 那是你 我我我 我就说他们不能靠这个 在日本不能靠这个挣钱 不 呃 在日本是没有这个 嗯 没有像中国在网络上 日本的网络现在连 拿一个手机去刷钱都没有 我看我在深圳的时候 上次去吃米粉 一个小米粉店 你都可以用手机在上面刷 在外面 屋边考版手的微信 对啊 你看都可以 我看中国已经发生了 他这么快 我都吓一跳 这是不是不是 苍景空都改盘了 对 所以他必须到中国市场来 苍景空是不是发了 就是对于在AV女优来说 他是不是在中国市场 当然 他已经发了 因为他有流量 因为他有流量 流量空 流量小圣说说 流量小圣说说 说啥 你是网红吗 这网红其实不是骂人的 就是 时代变了 从某种程度上 他只是一种存在 对 你要正确的看待 不要内心有很多挣扎 对吧 我特想知道 冯老师 你觉得就是这种打赏的这种制度 就是你觉得是什么心态呢 也没人给我打赏 我也没给人打过赏 冯老师 你怎么自个儿就把当成被打赏的呢 他问的意思是你是打赏的 所以我说 我也没打过赏了 就是你觉得 就是以你的分析的话 你觉得为什么就是这些会 就是那么多人打赏 冲动性消费 冲动性消费 你比如说你看 就是多文涛 你看久了 觉得要不然觉得挺可爱的 对吧 那个比王老强好看啊 什么之类的 有时候他挺可怜的唱着歌 拿你比一下吧 拿你比一下 我把我说 给他打个赏 然后他给你唱个歌 对吧 然后我要是一个老阿姨 我觉得不错 又觉得你又瘦了 那也给你打个赏 其实可能很多冲 就是冲动性消费 但是你是 你觉得他还是个商人呢 他不光是个作家 就是他投资啊 什么的就是 麦肯西 麦肯西 做过十年咨询 对 你看 我就说这个投资咨询 现在很多人 就是今年 你现在就是经济 你也知道吧 所以说进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 说这帮网红经济 大面积的坍缩崩溃 就是很多风险投资 都把谁谁谁列入黑名单啊 什么的 就是有些人就说 这个中国现在这个网红经济 就全世界独树一致 虽然别的也有 但是能产生那么大的经济泡沫 在今年很罕见 但是他们就说 就速朽 速烂 你从投资人的角度看 你觉得是吗 我觉得是 总是一批一批的 它一个像一个金字塔 一大堆人进来想当网红 对吧 然后慢慢开始红起来 十万级 百万级 千万级 总会冒出来的总是少的 下边一大堆人总是往下掉下去 然后会有新的批涌上来 老子在 就比如说一个 就像一个品牌 比如说三九空 十年前可能好多人不知道 那十年之后也不见得有 对吧 他在日本没人就根本没想到中国的名字 有这么一个品牌 从成熟到衰落再有新的品牌进来 网红到的是一样的 小木你现在你这个跟风月场上打滚的人啊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中国你的祖国现在是女孩的春天 赚钱的 是以前我觉得日本是女孩的春天 对吧 对 因为日本有事情行业嘛 有AV嘛 可以公开的而且合法的嘛 但中国因为没有男孩的春天啊 没有女孩的 那因为他能得到很多钱呀 那当然他可以 所以在他年轻的时候 他能挣的就尽量去挣 但是现在不是这个时候 是网络的时代 那变成中国的网络反而比日本更加先进 你看首先我们跨境电商是中国搞起来的 那网络上去买东西啊 什么淘宝啊 什么京东啊这那的 我还去参数过呢 去年 那这是网络的这个消费 这个东西就是 但可能可能就是一阵一阵时间过去 那能不能坚持三年五年就不知道 那你咱们现在说的多数都是这种叫秀场网红 秀场网红就唱个歌啊 跳过火啊啥的 其实现在有一批网红 这个生意做的是真的很好 他们在淘宝上卖衣服 一个亿啊 颤值 哎对对对 李爱 这个真的是厉害极了 这是不是叫淘女了 那他他跟淘 可能也有点这个这个关系啊 他就是 他就是本身自己长的就是属于女生觉得好看的类型 哪些是女生觉得好看 就他可能本身长 我不是吗 我不是 就他是那种就是女生觉得没有特别强烈的攻击性 可能相对是可爱一点点的那种 可能蛇精脸就不属于是女生喜欢的类型了 然后他是女生也觉得他蛮可爱 是女生想要成为的那种那种感觉 他同心看上去也喜欢的那种 你说的这个还真是有意思 就是说实际上现在是女性经济了 当然 就是你在找着就是说满足这个色狼那套 不好使了 对 而且什么叫女性经济 就是你看我现在跟一些女孩聊天啊 女孩就觉得咱们的男人呢都是傻叉 那是谁说对了 这女孩就说你们 你们觉得哪个女的看见你们就眼里拔不出来了 怎么可能 他说他说就是说我们女的最会看壁齿 就是说我我说你怎么知道谁就是壁齿 他说我都不用我一眼就知道他是壁齿 这是我们女人天生的能力 他说你们男人就看不出来 我们一眼就知道那是个壁齿 你们全都扑上去 就是说 他就看男的全扑上去 那个人就是壁齿 是不是这样 那我可能不具备您刚才说那朋友的能力 我还真是做不到 一眼就能看出谁就是个壁齿 我还真是不行 我揣测跟风唐揣测的差不多 大概就是说呀 你看首先是不是比较性感呢 或者说呀 这哎 他会比较怂 没勺眼角的 这种是不是就不讨女孩喜欢 其实也不完全 你看那个咱们那个西方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歌手 我们就叫小妹妹 你看他打扮的就很复古啊 像学生一样的那种感觉 像小小小头帘什么的 但他换男朋友 那个换的琴啊 全是大腕儿了 那叫圣母表 白莲花是吧 那叫圣母表 你还记得了这些 我现在记得这么多了 但是你别说哈 就有 你先交给90后 不不不 别别别 别别拆我拆 我现在我知道 现在还有普尔表 你听说过吗 没有 普尔 普尔表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就是普尔表 他是普尔 就是这种 你能想到普尔表 做出一副那个 很清雅的样子 但是实际内心满是风骚 这叫普尔表 我记得知道 心机表 绿茶表你知道了 这绿茶表知道 对 普尔表 念个唐诗啊 背个宋词啊 去个台湾啊 这平台你们都知道 比我多清楚 你别装糊涂 他摆这些东西 有很强的技术感 别装糊涂 不是我就给你探讨 就是刚才你说这问题 很有意思就是说 这个网红 过去像咱们看到的 很多打赏一百万的 这是吸引男人的 对 还有一票呢 是专门就是吸引女生的 吸引女生这部分的产值 就是他就是变成 比如说服装啊 然后化妆品啊 对 然后小孩的东西啊 对 孩子的东西啊 什么的 他这种就是完全变成了 这个产业链了 我知道有一个 就做的最大的那个女的 我觉得实际 他还是有这个一种 触觉 嗅觉 对 时尚的嗅觉 各个女的都穿上衣服 他在肩上照 但是这些女网友们 就觉得他代表时尚 就跟着他买 你觉得这个是什么 他肯定是有他自己 本身能力的地方 就是他对时尚的触觉 跟这个敏感度 他知道这几件 比如说我有这几个 款式可以挑 我就知道这个款式 会成为爆款 那这个肯定是 你比如说你要干这行 你也是时装模特 对 你觉得你能把握住吗 就是不好说 真的 这个真的是 因为有个什么东西在里面 就是我们接触的 它可能相对是时装产业的 那个层面 可能在产业那一边 而不在顾客这一边 他们接触的这一票 他天天跟网友聊 你知道他们那个互动性 非常强的 他天天跟他的顾客聊 其实是 他就成为了顾客的好朋友 他是非常了解消费者的 我不见得了解消费者 我可能更了解设计师 更了解时装产业的那一块 所以这真不好说 他已经特别明白 他的顾客需要什么 所以当他一看到这一票 款式的时候 我马上就知道 哪个款式明年能成为 我顾客里的爆款 他就可以先下单 他等于是帮着他的顾客 先下了那么那么多的单 然后他也能保证 把这些全部卖出去 这是一个好买卖 人家年收物过亿 我最近发现 在日本的街道上 各种就是像青山 戴观山 包括伊斯坦 好多中国小女孩 自己拉格杆在那拍 对 他就是首先 因为中国还没有的 到新进国家 或者到日本 因为日本的服装 实际上离中国很近了 都要黄皮肤 个头都长得差不多 肤色 然后那种形状 日本的设计师太多 所以跑到那里去自拍 所以他从那里就可以发掘很多东西 所以现在很多中国年轻女孩子 在那里买完东西 大把小包子拧着我们店来了 坐在那里 两个拿个 我想他们两个是网红 结果一份是长沙的 湖南长 他真是很有名 我上一个月去长沙的时候 他突然出现在 两个人出现在我面前 哎呦 这两个人怎么会来 可能我发了微信 别的朋友 他本来就在长沙 很有名的网红 所以他们就是到日本去取迹 就发现这些经济信息的前缘 找来 然后他再拿回来 赶良赶良 就变成他自己了 这也是不容易的 对 是吧 他肯定有商业头脑 还有他的商业头脑 你像我觉得这个 现在有些人就是说 比如是像你像李爱 你从小出道奋斗这么多年 是吧 这个薄金沧桑 受尽气压 没有 才有了今天 对不对 我这是取经呢 我这是 对身心 身心受到很多摧残 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对吧 但是 我都不好接着话 对吧 18岁的 18岁的 对吧 跨跨跨跨 跨入千万 你觉得这会对他的 心灵啊 产生什么影响吗 我都很爽的影响吧 我都觉得 我都觉得给了他自信 如果在年轻的时候给他自信 如果他继续好好的走下去 他可能更成名更能挣得更多钱 不管他两年三年 我觉得他可能更 他们苦恼的 可能就是接下来 我该往哪里转 你红的一阵以后 你现在我已经这事呢 就有点 前前两天我们还在聊呢 他就泰国的那个 他不是每年都有那个 选美皇后什么的吗 他也是一茬一茬的 是 这一茬过后 那天戴军 他不是很熟泰国吗 他还说呢 他说那个 他为什么很熟泰国呢 泰国小王子 什么行业呢 在泰国带着 然后他很喜欢在泰国 泰国买了房子什么的 然后他就说 前几年的这个皇后 都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 现在都大家只看到 新一批的皇后 这都一样 都是一茬娱乐圈 什么哪 其实哪个行业 都是一茬一茬的 那接下去往哪走 可能是他们更加重要的部分 所以他这个文韬能有另外一个生意 怎么能让他们变成长青树 可以咨询他们 因为文韬了18年了 对吧 我这个靠的是老辣肉的这个风干的劲 屁股邪气顶在屁股 其实很多时候咱们都是就是说 替谁替古人 他们不是古人了 很多人都在 我发现这个成年人就喜欢说 你看这些小孩对吧 就是涂着一石的这个什么 那将来怎么着 那红的就是红一石 其实你胭脂啊 对 人家自己不是 人家自己不知道吗 我就是挣这个快钱的 我就是这一年挣了一千万呢 我能挣到 挣了一千万干什么不好啊 你想想那个 就是您收入过亿的 就挣个两三年是吧 对 就可以嫁人了 就可以获他恋爱这样的生活 太仇杀了 就可以包人了 包人了 我购不上他那生活 不过亿的你说是吧 哎 但是你看这个冯唐 你对这个也比较了解 对吧 你说 我一写书的 不是 我就说现在网红的这个词啊 越来越多见啊 你觉得网红 除了这些小女孩之外 好像还包括很多 比如说你也算网红 嗯 嗯 嗯